好 接下來我們要說的內容叫做滴定 滴定就是一滴一滴的去決定 用一個已知濃度的酸或鹼 去決定一個未知濃度的鹼或酸的濃度有多大 這個過程叫做滴定 裝置如照片上所顯示的 好 這一根長河網頁叫做滴定管 它的那個滴定管的刻度 它的上面是0 下面是50 因為你裝水然後往下倒 往下倒就知道你裝進去多少 還有一個撥棒 還有一個溫度計 要看它吸熱還是放熱 還有一個蒸八米或者是錐形瓶 要裝你的東西 然後我們的一旦氫氧化那時 要放在錐形瓶裡面 然後加分泰值 就是待會有一個重點 指示鏡是放在下面 然後要看顏色然後進入溫度 然後呢滴定管架子要放地上 有些管子很長 你直接放上去裝不好裝 所以先放在地上先裝起來 裝好就把它放上去 然後一大量的鹽酸 這個我們在做實驗 所以我們兩個都知道 一大量可是實際上 你在做的時候 一個是椅子 一個是未知 一個是椅子 一個未知 然後把它放進去做一做 然後呢把它滴 開始一滴一滴的滴下去 你滴下去的時候 會變色 搖一搖 變色就消失了 慢慢的滴滴滴 滴到某一滴下去 變色之後 顏色再也回不來了 就表示你實驗做完了 就達到所謂的滴定終點 達到所謂的酸鹼中和 然後記錄你用了多少鹽酸 然後你就可以去算了 所以注意事項 你看這根管子叫做滴定管 滴定管有兩種 一種叫做酸式滴定管 一種叫做鹼式滴定管 因為鹼會溶解玻璃 所以鹼式滴定管 這個轉的地方 不可以用玻璃做 不然會黏住 卡掉 卡住卡住 所以你要用別的東西做才可以 好 那我們 我們在我們的實驗室 給各位都是酸式滴定管 整根都是玻璃做的 所以這裡面只能放酸 不可以放鹼 只能放酸不可以放鹼 不然會黏住卡住 它會溶解玻璃 然後整個黏到 好呢 酸鹼璃師傅剛剛講說玻璃做的 鹼式因為它會溶掉 所以呢要避免一些問題 所以我改用一些 別來做鹼式滴定管 然後我給你的都是酸式滴定管 好要配合使用 然後呢使用滴定管 旁邊有個圖是說 你方便墊一張的東西 讓你可以看清楚刻度 看清楚刻度 然後用手到底要怎麼轉它 讓它一滴一滴的滴下來 然後讓我們的習慣上 習慣上 滴定管裡面放的是乙脂濃度的 然後待會兒看它滴了多少毫升 然後可以算它有多少墨 底下是放知道體積 可是濃度不知道的 然後就變成相等 心理指摸的數 等於輕量力摸的數 算它濃度要有多大 所以位置的放在這裡 好 重點 就這個 剛剛講過滴下去 指示器會變色 搖一搖晃一晃就消失 某一滴滴下去就整個變色 再也回不來了就做完了 所以指示器是突然變色的 突然變色的 好 所以第一個就是 你的指示器要放在下面 追形瓶或者蒸發裡面 不是放在滴定管裡面 是放在底下 放在底下 然後呢要一滴一滴的 不是像放水流要倒下去 流倒下去 不是啊 一滴一滴的滴下去 滴到某一滴實驗做完 所以要滴一滴 要滴一滴 滴到顏色變化再也回不來 就做完了 就做完了 OK 第二錯 注意事項 要放在錐形瓶 指示器是突然變色的 指示器要放在錐形瓶 蒸發米 它的顏色是突然變色的 突然變色的 好 這是我們舊課本的實驗 輕氧化鈉 攪拌 所以是試驗量溫度 然後呢 取濃硫酸 然後往裡面加加加加加加 之後變色 等於實驗做完了 然後呢 到底組組組 組到什麼結果 看盛行的東西 好 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講過的 酸減中的膝蓋放熱 放熱 所以溫度的上升還下降 上升 上升 好 它的反應是一個放熱反應 為什麼要放分炭 當指示器 告訴你顏色變化 表示實驗已經做完了 酸減已經中和了 這個顏色來變化來告訴你 我的酸減已經中和掉了 酸減已經中和掉了 所以就試加分炭 酸減只記著用途在這裡 OK 最後得什麼物質 我們用的是鹽酸跟氫氧化鈉 所以算是誰啊 氯化鈉 氯化鈉 好 這個題目 很多題的答案 都是氯化鈉 但不是每一題都是氯化鈉 你要看清楚 人家給的酸是什麼 鹼是什麼 你才會知道 他得到鹽類是什麼 所以要請你注意 來注意 雖然很多題都是鹽酸加氫氧化鈉 但並不是每一題都是這樣 你要注意他到底得到什麼東西 就是我們重點 這就是低定的實驗 如果要考計算題 就是問你什麼時候恰好中和 氫氯子的末數等於氫氧跟氯子的 末數 要注意 一個酸有幾個氫氯子 一個鹽有幾個氫氧根 然後實驗的基本步驟要注意 它是一個放熱變化 會得到鹽類 我們的指示器要放在蒸發明裡面 這就是我們要學的事情 OK嗎 OK